开门看到警察拔腿就跑 远景立刻翻过围墙 打破落地窗 冲进屋内 二十几人待在豪宅里 满桌的筹码和扑克牌 在场主持人何关赌客 一共21名 为了躲避茶器 天天换地点赌博 透过LINE告知赌博地点 到了门口还要确认身份才开门 还强调有正妹担任何关 就算没赌博也可以看 漂亮小姐 拉起帽梯就怕被认出身份 他就是赌场的幕后黑手 身为传统产业富二代 在家族企业担任总经理 因为好赌自掏腰包 买下六千万别墅开赌场 走在人群最后面赌客 陈彦翰就读时间大学 学生时期旧爱扑克活动 曾到澳门参加扑克杯 荣获亚洲冠军 是2014年亚洲最佳扑克选手 用LINE的方式来扣客 在LINE的方式 激进的散动说赚钱 有钱可以赚 很好赚 就邀请那些赌客 来那边赌博 一举破获德州扑克赌场 逮捕21人 现场查扣赌资 高达777万9千元 警方怀疑嫌犯叫兔三窟 可能还有其他拒赌场所 将要深入追查 要把赌窟一网打尽 即使消账 温赛还小组 特别报道 小组 小组